Hello 大家好,我是沖 之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搬到北海道後 已經第一時間上網去找 會不會有些日本語言學校 可以適合我們兩個報名 特別是一些一對一的私人課程 只不過當時就剛來到這邊 太多事情要去結束 譬如是sharehouse 1號店 然後就是有了BB 然後又很順利地 由1號店變成2號店 所以其實搬到來宅房的一年 這段時間 其實都真的挺忙碌的 比想像中忙碌的 而結果就導致 最後都沒有找到一些課程去報讀 但因為其實我是真的想 繼續學好日文這個語言 尤其是自己生活在這個地方 都想自己可以說得更加流利 說得更加自然 所以長遠來說 都有機會可能會再找一些不同的課程 去進修 也不奇怪 但在這段時間 雖然沒有時間去報讀任何課程 但我自己也有一些是 覺得值得推介給大家的 學日文的方法 今天想透過這段影片推介給大家 如果大家對於日本生活 旅遊 又或者是移居日本相關的資訊 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記得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所有最新的資訊 或者日常的生活點滴 都會在Instagram上和大家分享 首先 其實最近找到一個挺好的學日文的方法 就是叫做italki 其實italki是一個語言學習的平台 可以通過在線一對一的課程 就和專業的母語老師去學習不同的語言 不單止是日文的 包括西班牙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 都可以透過italki找到相關的當地人的老師 之前我也有提及過 其實在日本語言學校 雖然都有會話的課程、訓練 但可能是一星期只有一天 或者是一星期只一小時 一段時間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很不足夠的 因為普遍學校 是注重學生的測驗、成績、讀寫 特別是準備JLPT的測驗 但我自己其實 由頭到尾最想學 或者最想練習的 都是日文的日常會話 說真的 其實就算住在日本 如果你不是在日本公司工作 或者你另一半不是日本人的話 基本上是很少機會 可以和當地人去聊天 特別是我們這些不善於社交 不社交的人 久而久之 日語的能力就會生疏 所以我覺得italki 是真的蠻適合我們 因為我們可以透過italki 去練習他的listening和speaking 而且因為是視像上課 所以喬仔這陣子 剛好坐月的期間 就不能出街 而在家可以透過這段期間 用italki去學日文 而italki的使用方法 其實是很簡單的 首先去到italki的網站 登記做會員 登記完成之後 可以點選尋找教師 在頁面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條件 篩選到適合自己的老師 包括語言 課程類別 上課的時間 老師的國籍等等 而我們這次選擇的 就是Miharu先生 課程開始之前 可以先和老師聊一下 到底有沒有什麼是自己想學的 有沒有自己有興趣的話題等等 當你選擇完教師之後 就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課程 然後就按預約 之後就選擇課程的長度 然後就選擇上課的日期 時間 接著可以選擇用italki Classroom Skype Zoom 等等的程式去上課 最後付錢 就完成了 預約 Miharu先生上課的方式 就好像和朋友聊天 互相分享一些日常生活的事 有趣的事等等 在對話當中 如果有說錯的話 其實老師都會立即去指證 包括你的發音 文法等等 這個做法我覺得是很好的 因為一般出去和人聊天 就算說錯 正常都不會指證你講的東西 但是這樣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不會有進步 只會不以為自己是對的 所以其實我是挺喜歡這種上課的方式 先生は今何歳ですか 多分私 やはり 若いよね カット カット 秘密 先生の身長は カット バイバイ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京都でしたら ヤムチャーの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し 大阪の方は結構多いですね 香港料理の店 正直と言うと なんか 悪いイメージがないんですよ 多分アニメとか ずっとアニメとかドラマが好きなんですよ 恥ずかしいです 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はい はい どう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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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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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聽得到有不同的人說 看… 庪文文化 日劇 無法学日文 我自己認為 一半對 一半不對 因為老實說 日劇或動畫中 有些喜歡病台詞 現実當然不會掛起來 但其實 很多對話 對白 日常生活 能夠經常做的是 看泥繪 越常聽見 人日語的�つな as 都會增加,而且你的聆聽能力都會變好 舉個例子,其實當時在日本醫院學校的時候 譬如上課的時候,學一些新的詞彙,或者新的句子 可能我和大家一樣是第一次學習的 但我還是會比較容易,或者比較快去上手 一看就知道發音應該是怎樣,聲調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多年來受到動畫和日劇等等的影響 在不知不覺間,自己已經是聽過那個對白,聽過那個字 所以就自自然會知道怎樣去讀出來,甚至是怎樣去讀得自然一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看動畫、看一劇,或者聽日文歌也好 這些方法其實整體而言都是對於學日文是有幫助的 其實我也經常說,學一個語言最重要是要有興趣 學所有東西都是,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是很難去吸收,很難去進步 所以我自己覺得永遠強迫自己學一件事是不會有一個好結果 找一套你自己喜歡的作品,自自然而你就會對於日文這件事更加有興趣 然後學起來會更加有憧憬 其實也是對於學日文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然後在看動畫也好,看日劇也好,我自己覺得最重要就是不要依賴中文字幕 因為很多時候有中文字幕的話,你就會很專注在那個字幕 變相其實在聽音樂方面就會訓練得不夠好 所以其實我是建議大家如果是看動畫、看日劇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中文字幕,然後當你開始掌握少許日文,有些基礎的時候 就可以嘗試關掉中文字幕,開日文字幕 因為初初學的話,其實聽音樂一定是沒有那麼好的 你只這樣聽的話,可能只有一兩成是聽得懂的 其實是很正常,不奇怪的 所以就要靠這個日文字幕 而當你看日文字幕的時候,看到有不懂的字,不懂的句子 其實我就建議大家可以立即上網去查那個意思 然後最好的話就是抄下背了它 那你越看得多,就會越學得多不同的詞彙 然後到你開始真的慢慢再進步了 可能只聽的話,都可以聽得懂一半意思的話 就可以連日文字幕都認識 這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訓練listening的方法 我自己覺得 之後就是另一個我自己很推介大家學日文的方法 就是多看日本的YouTube Channel 其實我是猶疑日本,即未去京都之前,還在香港的時候 就已經有幾個是經常會看的日本YouTuber 就包括是Yokiki 跟著就是三人組的Sankoichi 以及四人組的Henji Majime 這三位都是我自己當時很喜歡的日本YouTuber 不過其實這三位都已經是沒有再繼續拍片 甚至是解散了 而近年其實都有三位我自己很喜歡的日本YouTuber 首先就是Muggerna 拍片的題材主要是為了一些年輕人 可能關於戀愛、男女關係、日常、潮流東西等等 我喜歡看他們的影片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說的東西其實是說得很清楚 而且會說很多現在真的年輕人會說的詞彙 會說的口語 我還記得剛開始看他們的時候 好像還是幾十萬訂閱的 然後他們是爆得很快 是很快就去到百萬訂閱的 而他們現在其實已經是日本年輕人當中 頭幾位最熱門、最人氣的YouTuber 然後第二位想推介的YouTuber就是Muggerna 我想看他的人是比較少眾的 最特別或者我最欣賞的地方就是 他拍片其實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特效 沒有任何的剪接 是很隨便的感覺地去轉場 可以無端說一下就已經是完結了影片 那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覺得很特別的手法 而亦都可以看到其實 根本拍片是不需要那麼花巧 那些特效、聲效、背景音樂 其他所有東西其實全部都是調味料 我自己覺得 而我覺得他最厲害的一點就是 可以透過自己個人的魅力 都可以有那麼多人看 那這些都是很值得學習的東西 而最主要就是我覺得他拍出來的影片 是真的好笑 而且是好看的 是會喜歡聽他說話的 然後第三位 亦都是我最喜歡的日本Youtuber 就是Watake 我真的每一條片都看完 他一出新片我一定會馬上看的 而他的拍片的內容 主要就是講 一個人到處去不同的地方去吃東西 在吃東西途中就會講一些 自己日常生活發生的事 或者一些想分享給大家的題材等等 我覺得看他的影片是會覺得很治癒 還有我的感覺就是當是電台 可以聽他說不同的跟日常生活的事 當中也可以學到很多不同的日常會用到的口語等等 他現在就是大學生 就會分享很多不同的關於大學的經歷 或者一些自己遇到的搞笑東西等等 我自己覺得是很好笑和好看的 也都推薦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自己覺得看日本的Youtube Channel 是一個很好的學日文的方法 因為其實在日本語言學校 是不會教你一些日文的口語 也都不會教一些現在年輕人會用的詞彙 即是所謂的詞語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透過Youtuber學到 而這些其實我自己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是日常生活真的要用到 是很實用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大家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去吸收更多不同的詞彙 增加自己的詞彙庫 還有日本的Youtuber很多時候都是不會有字幕的 而且他們說話的語速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說得很快 因為根本一般人說話就是這麼快 而他們當然就不會像語言學校那樣 因為知道我們是外國人 所以就著我們用一個慢一點的語速去說話 所以聽得多這個正常語速的話 我自己覺得是對於練習這個listening 是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也都建議大家可以多看日本的新聞 例如是TBS News 或者是FNN的Shirabete Mittala的系列 都是很有趣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訪問 現在時下的熱門話題 突發事件等等 了解多些當地發生的事 也可以學到更多標準的發音等等 最後一個我想推介給大家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身邊所有的電子產品 都是設定做日文 包括你的手機、電腦、電腦軟件等等 其實我自己是從搬來日本之前已經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這個方法雖然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也是一個方法令自己可以更快 融入到日語的環境 我覺得其實學一個語言 永遠都不會有一個終點 永遠都不會滿分 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香港人 可能會有很多字 依然是不懂讀 不懂寫 也很多人會有懶音的問題 所以想一下 其實連母語都不是所有人 100%可以完全掌握到的話 學一個新語言 更加不可能是一年或者兩年 就已經會說得很好 說得好像本地人一樣 其實是不可能的 語言其實是真的好看天分 還有所有東西都是日漬月累 你不用就會慢慢忘記 你越用得多就會越來越熟悉 也都是要慢慢學 慢慢練 慢慢記 才會有進步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不可以急 慢慢繼續去學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在學日文方面的一些 一些小小的建議 推介 心得等等 希望可以幫到 準備學日文的大家 又或者已經在學日文的你 如果大家都有一些 自己認為值得推介的方法 想推介給我們 或者大家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下面 留下你的comment 等大家一起學習 那我們就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Fabi 武咖 輝 我